地牛又翻身上午八點三十八分 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三有感地震 正央在花蓮縣封冰箱 最大震度有四級 这一起地震是三月二十三 规模六点六地震的余震 那统计到目前为止 余震的数量有七十六起 那未来从主震后三天内 会有规模五点零以上的地震 那如果在三天之后呢 可能持续到一个星期 都要注意有规模四到五的余震 地震侧报中心指出 甚至一年后也有中型余震发生 因为三二三规模六点六强震 释放能量等同四颗原子弹的威力 有助于当地能量释放 不见得是坏事 只是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 那个活动活动 如果你每次都这样动 它你可以讲说对前部而言 它持续在累积它的整个的能量 我想它是一个在 就是一个大地震周期里面的一个 证监的活动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 对我个人也是 就是它是一个过程 中正大学地科系教授李源锡判断 三二三地震发生在纵谷断层 三十到四十公里深处 前层能量并没有被释放 断层持续在深部活动 并不是单纯的能量释放 学者呼吁纵谷断层活动周期 约一百五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 千万别认为只是简单的造山运动 大约新闻 梁嘉明 台北报导